一 二 三 请揭幕 大华国中禁私阅读书轩揭幕启用 同学们以口琴表演表达感恩 志工送上禁私书籍 充实书轩藏书 同学们阅读禁私语 收获满满 可以把禁私语所有的东西都运用在生活上 让我更进步 希望借由学生的一个禁私分享 能够让更多的孩子能够去修正自己的脾气 然后能够在品格教育上面来一起做努力提升 禁私阅读书轩内摆设符绘桌椅 让师生方便使用 尽心享受阅读乐趣 而在大华国中 走出书轩外 校园里现在也随处可见禁私语 请班子禁私语幕扁 慈激之工致赠55幅禁私语幕扁 勉励师生 时时存好心 说好话 做好事 看到每句话的时候 可能就会有一个启发或一个思想 我的个性也是比较负面的那种 就是比较悲观的 就是有时候看到禁私语 就会对我影响比较大 透过优质的阅读 以及启发善念的禁私语 让良好品德教育 在年轻学子心中乍根 大爱新闻 真善美之工 黄金龄 刘双逸 张立珠 台中报道